早安少女組一六首度來台 許多成員更是第一次造訪台灣 講到台灣美食初體驗 大家都超興奮 光臨昨天吃了臭豆腐 那就真的很臭 不過他覺得味道還可以 想要推薦給日本的歌迷 希望日本歌迷下次來台灣的時候 也可以試試看臭豆腐 還考慮 還有鶏的脖子 我吃了很多東西 日本沒有鶏的脖子 所以台灣最初來的經驗 因為台灣初來的經驗 所以我吃了很多美味的東西 很開心 很開心 深田昨天吃了雞腳 那因為日本沒有那種 把整隻腳放上桌的習慣 所以得到了很好的經驗 因為這次也是他第一次來台灣 我第一次來台灣吃了 人生初めて小籠包吃了 今まで食べた事なくて 小籠包ってどんな汗 我都超興趣的 我都覺得很興奮 而且我都覺得很興奮 才能吃到 而且真的美味 它的味道很美味 而且肉質很美味 我只可以擺上他人生最好吃的前幾名的食物 所以我希望台灣的神們多麼的力量 多麼的力量給我 我希望日本帶回到日本 昨天我們去了紫南宮 參拜了希望從神明那邊得到的力量 可以帶回日本 我現在帶回了10月的季節 日本では絕對水果不能吃的季節 我也是太喜歡台灣的季節 所以我來台灣的季節 我希望你可以喝到這個季節 非常嬉得好 昨天去了夜市 那已經已經是10月了 其實在日本已經吃不到西瓜 他昨天在夜市喝到西瓜 整是覺得很開心 我每次都在學習的時候 我每次教授的時間 我大量勉強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當成功 我希望台湾語的歌詞也能穿搭給台灣的歌迷 我們為了這支演織會學了很多中文 希望這個成果大家能看得到 希望能傳達給台灣的歌迷 我第一次在台湾的生放鬆 出演時 日本語跟台湾語在台湾語 有些變成的部分 也有很多台湾語 也有很多練習 但不論是說話 不論是說話 一體感的一體感 也會更加感受到 所以很期待 我們昨天去參加了現場直播的音樂節目 我們是日本人跟台灣主持人的語言不同 不過我們對話好像也有一點成立 就是這種心情上想要傳達的感覺有成立起來 希望今天演唱會 我們這樣子互相想要傳達給對方知道的心情 也能傳達給歌迷朋友 而難得來台灣就是要秀一下中文啦 成員們也大呼中文好難喔 這次在台灣的表演 我們特別為台灣人設計了一個專屬台灣的歌單 我們剛剛在彩排的時候也是一番苦戰 在體力上面 因為帶給大家一連串的韓音歌 還有還有這個11人的歌曲也有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歌曲也有 有一個特別的歌曲也有 所以是否有興趣 還有有第一次我們11個人一起唱的歌曲 是一首很特別的歌曲 希望大家也期待那首歌 那這次有個準備什麼中文的一位 是去享受一下中文嗎 我今天聽到台灣的歌詞 我聽到台灣的歌詞 但我現在就學了一句 那他想要跟大家講 日本是我的菜 我覺得這一句是 你們是我的菜 普段 イケメンキャラとして 日本で活動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るので 台湾人的皆さんに台湾語で かっこいい一言言言えないかな っていう結果が この日本是我的菜 という言葉です 因為我在日本的形象 就是比較帥氣一點的 所以為了符合我這個形象 我準備了一句 你們是我的菜 はい あと私は 日本野球の 北海道日本ハンファイターズ 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ど その中の妖大館選手の 応援歌に ジャイオーという台湾語があるんですよ その言葉をいつも野球場で応援している時に 歌っているので 今から歌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沐野 因為他是非常忠實的 北海道火腿鬥事隊 那每 因為他很喜歡 這個隊伍 那每次看槓球的時候 都學會了加油這句話 那他接下來想要唱 北海道火腿鬥事隊的 音源歌可以嗎 はい いきます 飛ばせ飛ばせ 遥か夢の彼方へ 届けよ 諸国の知恵とチャイオー 大岸今ここから 葛藤西洋大館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一つの単語に音が四つとかあるっていう風に聞いたんですけど 日本では一個の例えばあだったら あに対して音が四つ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あんまりないので そこがやっぱ一番難しいところだなっていう風に感じました 因為中文裡面 東天覺得中文一個字 它的發音 有時候會有四個 他覺得很難 像日文啊就是一個啊 所以他覺得 なかなかできない発音とかがあるらしくって こう こう 表現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 そう こう こう 日本人にはすごく難しかったです 施天 施天 因為中文有很多 對日本人的舌頭來說 不習慣的發音 所以他都發不出來 像是 穿 或是 隔 之類的 他的舌頭 因為肌肉還沒有 嗯 習慣這個感覺 所以 捲不起來 あと 自己状態とか で作る スー シーと スーの間みたいな スーって音を 発音するのが 本当に難しくて でも さっき みんなで 練習してました 野忠 覺得 我式 這個式 他都不知道 是要念 西 還是要念 詩 因為好像是 這兩個中間 但是這一次 全員都一定要說的話 所以 針對這個式 他們也是練習了很久 でも 私 簡単な台湾語 を見つけたんですよ 以前 キャンペーンで 来た時に ニュースを見させてもらって そこで 覚えたんですけど ポケモンのヒトネマー ハイシーシーって めっちゃ語が安いから 日本で流行らせたいな と思います 有地 古节 古九春春時 找到一個中文 很好呼吸 甚… 因爲他之前 開新聞的時候 在台灣 那他學到了一個 euh… 宝可夢 裡面的精靈 叫做 海星星 他覺得這個字 很好呼吸 想要帶回去日本 讓他流行一下 早安少女組成軍十九年堪稱近代少女團體大前輩 雄厚的粉絲數量也是不容小覷 讓他們在少女偶像團體競爭激烈的現代能夠屹立不搖 ETV新聞網採訪報導